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支付 一手载有超过450人的客轮 在长江中游水域沉没 造成多人死伤 涉事的客轮东方之星 是一手大型豪华客轮 船长76.5米 迎宽11米 迎深3.1米 可载客534人 曾经被交通部评为部级文明船 东方之星隶属1967年成立的重庆东方轮船公司 属于高级船母公司 亦都是重庆市国有重点水运企业 主要是经营长江三峡一带旅游客运线 现有固定资产大约是1亿人民币 船公司在1992年首创在长江游轮上 安装船载卫星电话 和有独立洗手间的豪华舱 2000年率先在邮轮上全面推行宾馆化服务标准 赢得长江客轮趋势做立者的美誉 公司拥有包括东方之星在内五艘国内豪华客轮 全部属于重庆市市级文明船 国务院将今次的事故定性为因大风大雨造成的沉船事件 船长和轮机长在获救之后 都提到在航行的途中遇到龙卷风 内地的船媒引述海市部门 说龙卷风瞬间牵回船隻 很多人都有疑问 长江之上为何会有龙卷风呢 龙卷风由强对流天气造成 程气旋升急速旋转 中心气压极低 形成直立中空管状气流 风速普遍超过12级 特点是来得快亦去得快 范围小风力强破坏性大 龙卷风和雷暴息息相关 雷远云当中的空气扰动 造成和地面的极大温差 当冷空气急速下降 以空气又急速上升的时候 假如刚刚遇上强劲的风 就会迫使高空的上升气流 向下旋转并且形成龙卷风 一般来说龙卷风在中国并不常见 但是夏季和春末初秋之间的高温高湿天气 是形成强对流天气 和龙卷风的有利条件 专家说今次在事发区域 引致明显灾情的龙卷风是5年1月 当地气象雷达监测的资料显示 事发的时候监利大马洲光段 正在挖风力达到12级的大风 中央气象台也监察到 有一条大壮雷布回波 自西向东经过监利园 同时那一区有特大暴雨 短短一个小时就录得64.9毫米缸雨 种种因素都有利救成龙卷风 龙卷风难以预测 令科学家都很头痛 有人说龙卷风出现之前 一般都会出现例如大气不稳定 云系对流旺盛 气压明显降低 云底骚动利害等征兆 假如小心观察 或者可以早一步防范 今集新闻支付讲到这里 8月5日 5日 5日 7月1日